做今晚的话就比较好走一点的 十两个小时了 那往常你走这段路的时候 大概需要 不堵车的时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不堵车的时候 大概来就是到了那个纤细了 而作为像杨师傅这样的运媒司机来说 长期的堵车 甚至连续几天被堵在路上 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 等于是上午时期到现在 你就一直在这里吗 对始终在这道 那你的一日三餐是怎么解决的 就在车上对付一口呗 没有地方这也不敢下道 是煮车 对付一口吃什么 方便面了啥的 自己带的一开始 知道这道上就得带点饭呢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生活区 你看这里呢 有碗有筷子 还有他们自己带的一个暖水瓶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呢 他们就是最少的时候住两个人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需要 有的时候就会住到三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先是没办法正常站立的 这就是他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空间 如今面对长期以来的堵车问题 相关部门已经提出了 不一定治本 但是可能会治标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实行单双号现行 另一个就是实行从源头强制分流 对此司机们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单双号这个我觉得不行 就投资三四十万买个车 老这家停着也不行 再说现在这活也不好干吧 没有算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大概有多大的损失 损失一个月最少损失一万多吧 单双号我们这么长长途过来的时候 你说单双号我们去哪啊 是吧没有那么大停车场 我们往哪停啊 你如果堵堵堵堵了车了 堵一天两天 我说那个单双号那怎么怎么办啊 对吧 看这段片子呢 相信呢堵新的不仅仅是司机 也包括我们自己 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路段上 堵车的问题解决的如何 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措施 接下来呢我们来联系一下 山西省交通厅路政处副处长张立成 张处长你好 你好 张少年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这个堵车路段 现在的状况如何 今天上午啊我们随央视的记者到陕西境内的神明线观察车流 发现了道路畅通 车流呢行驶正常 到下午三点左右呢 在黄河大桥与西的 陕西神明线的 韩唐收费站呢 发现车流呢 真大 略有拥堵 但是呢行驶还是属于正常 下午四点以后啊 我们在从黄河大桥 回山西兴建的路上呢 发生了车辆拥堵 近25公里的路程呢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就是目前还是在堵车 那针对这种堵车的现象呢 近一段时间我们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措施呢 听了解呢 今天下午这个堵车啊 是在三西南县境内啊 下午两点左右发生了一体交通事故 这是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 在上学的途中同穿马路 一辆呢 过往的用车压死 所以造成了交通堵车 目前呢 这个交通事故啊 现场已经处理 交通拥堵的现象 已经缓解 最近一段时